大家好我是旭哥渥可恩 歡迎收看旭哥羅明莎冒險 復活現成RS冒險 最近這個背景音樂有換啦 就是有觀眾有提到就是這個背景音樂 有換啦旭哥也有聽一下 好像真的有變好聽了 可能前面的大家聽久是不是聽膩 這個是聖誕節的活動 那現在聖誕總戰力來到1471036 做個紀錄一下快150萬了 大概可能在年底或是在 就可以到150萬 角色抽一抽應該就可以了 那我是覺得現在是比較麻煩是這個 就是武器專精啦現在練到後面都越來越難練的感覺 對啊有那種越來越越難練 但是像這個你看升一級需要8個BP 這個後面都越來越難練了 好 那我們現在就進入這個吧 進入遊戲 那我們今天來做一下角色戰力分析好了 那我來講一下這個 年底講一下艾夏 今年艾夏也是搶進了風頭 他在這個 這一年復活血神是陪伴著大家就是 度過這個 很有風頭的一年 那最主要是這隻洗澡的艾夏啦 那我想今天我想要講一下溫泉的艾夏 那我覺得這隻蠻好用的 所以今天來做一下角色戰力分析 還沒訂閱頻道記得訂閱頻道 所以看復活血神轉彈冒險攻略 轉彈分析好角色分析 角色戰力分析 然後我數了一下我的SS 現在已經來到12345678 345678 12345 總共有78隻 78隻SS 對啊78隻SS算蠻多的 那可能 之後再開一個池抽抽可能就100隻了吧 100隻只日可待啊 那我們看一下 溫泉艾夏呢這隻呢現在戰力來到7579 那這隻的優點是他的腕力補陣值蠻高的 看一下 這隻122這隻到132 所以這隻同樣的白質的話他的補陣值是比較高的 因為這兩隻的他的 我都練到42級嘛 所以 這隻的明顯他的戰力是比較強的 7579嘛同樣都是12級的話另外一隻艾夏只有7434而已 所以這隻的補陣值很明顯是比較高的 就是他的能力值加成是比較強的 那他在 38級的時候腕力有加4 那他在46級的時候速度是加5啦 他就是主要是主打速度還有腕力 那有愛的話可以慢慢把他練上去啦 看我之後心情好說不定就把他練到50等於不一定 看心情啦 那他的 戰力的他的第一招呢主動技能第一招欠5 這招是很實用的就是 因為他是全體攻擊然後威力1 BP5然後覺醒是BP4嘛 聯合倫克57 那我大木段是練最快的因為我覺醒兩次 BP6 所以我開場 放了大木段之後我第二次還是接大木段 他就會連放大木段這樣 連放兩次大木段之後他就會再接欠5 欠5是BP4嘛 第一次是6 第二次是6 第三次是4 剛好是16 三個回合剛好BP16嘛 所以就是 他會放兩次大木段之後接一次欠5 所以整體來講的話打起來會蠻痛的 因為大木段威力是A 他假如是那種植物系低的啦 像是有時候那種很 很煩的那個會讓人就是一直什麼 混亂的那個樹啊有沒有 那個植物給他砍下去就對了 用大木段 就讓他爽歪歪 放大木段讓他爽歪歪 那這個大木段威力A 然後決心兩次BP6 連他RANK99 我這招練的還比這招快 再來是富剛溫泉 威力SS BP13 他也是對植物有特效的 然後他是斬加熱的 然後我連他RANK17 那很有趣的就是 溫泉愛下好像都是專門拿來打植物的 你看他的富剛溫泉還有這個大木段 都是對植物有特別的效果 所以蠻有趣的啦 就是你可能遇到植物系的話 可以派這隻溫泉愛下來 可能會有特效 會有奇效啊 因為大木段和富剛溫泉打起來都蠻痛的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主動技能回復呼吸3 這招跟那個白千尾他們很像 就是可以回合開始 手回復自身HP 機率中效果中很實用 那第二招 永劍強擊3HP全滿石造成傷害上升 效果大有點可惜的招式 那大概 開場了第一招大木段可以用到 就大概放那一次啦 後面可能就看運氣吧 看有沒有被摸到 那第三招精神亢奮3很實用 但是 現在至少都是四級起跳啦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溫泉愛下 也只有三級啦 蠻慘的 蠻慘的 因為現在我看至少都是 精神亢奮都四級起跳了 所以愛下真的是 是沒有愛是不是 他連那個另外一隻還 另外一隻還連那個 精神亢奮都沒有 好慘 好啦所以難怪就是會被 當作是守門員也是沒辦法 把那愛下就很可愛啊 那旭哥也是一天到晚都抽到啊 就是愛下 有沒有 尤其是洗澡這個 他不只愛洗澡 還愛泡溫泉嘛 對不對 好 那你可以繼承的技能的話我建議 就是像是 空中翱翔我覺得可以拿來玩一下啦 威力SS 這招可以拿來玩一下 那你假如覺醒三次或BP9威力SS 然後我最近是在玩三角岩石 我最近個人是在玩三角岩石 三角岩石就是他可以石化嘛 然後三角岩石的話就是 開場就可以 放就覺醒一次之後 所以我練到BP10的話威力 要RUNK99威力低 這招我覺得可以拿來 放一下 就是好玩啦但是他其實打起來沒有很痛啊 就是拚運氣嘛 但是愛下其實智力沒有很高啦 所以要石化的機率也沒有說很高 那我看一下智力才80 他是不是把愛下當成一個智障是不是 把他智力射得好低喔 好慘喔 這隻愛下智力還比較高耶 溫泉愛下智力真的有點低啊 那愛下其實他有很多風格啊 像是他還有 S的我記得就有看一下有幾隻有一隻 那這個戰斧頭子我也練到滿了啦 這隻這個可以加減用一下 那你覺醒到BP2的話 可以更 可以更好用啦 你要用的話可以覺醒一下 我練到RANK99 那其他招我覺得還好 然後他我記得他還有A的風格了 A好像是那個情人節的時候 抽的 所以愛下算是我抽的滿齊的角色 我應該每個風格目前該有的都有了 A的在哪裡 我在這邊 還有一個情人節風格愛下 那這個是BP4實彈 那我也是比較好練喔 一定要RANK99 溜溜球還有頭盔擊碎 頭盔擊碎我一定要RANK99 頭盔擊碎也算好用啦 就是可以讓體力下降 然後打起來也是滿痛的 當然現在有大木段的話大木段會更好用一點 好啦我們去實戰來看一下 他的實戰威力好了 這個這個這個音樂讓我有點出戲 我還是玩其他遊戲的感覺 雖然很有聖誕風格但是有點有點出戲 有點就是好像我在玩其他遊戲 好吧那我們一樣都打VH12-2-3 就是公平嘛都打同一關 看有沒有這個有沒有愛一下 那我看一下編主 那我們就複製一下好了 把第四隊複製過來 欸 複製要複製那麼久 然後我把這個 我把綠毛換成那個愛一下 我們把一隻近戰的換掉 那技能 不是不是這隻愛一下不好意思 是那個溫泉愛一下這一隻 那技能我就不要設定了啦 我就不要設定我就讓 我就讓他放就是他那三招 要不然我一般是會讓他掛那個 就是三角岩石啦 就是讓他玩一下三角岩石 不過我也練到滿了啦 三角岩石可以加減練一下 好玩而已啦 我覺得 實話機率沒有說很高 可能最主要是因為愛下的智力不高 他就是一個洗澡妹嘛 就當他一個洗澡妹妹就好 一個愛洗澡的妹子智力沒有特別高 可能人家在念書的時候他都在洗澡 可能愛下也是我真是抽到就是 今年我應該是一天到晚都抽愛下 我大木彈打 有沒有看 9733 大木彈打起來蠻痛的 比白槍尾的那個劍光還要痛 可能是練滿的關係 愛下的腕力也比較高 最近有順便在練鳳影 就是這個 怎麼講 就是 克羅迪亞他的新招 鳳影 他這招可以就是會麻痺 最近最近在練這招 普攻把他幣率 有沒有 憲影打4500多 所以看出愛下的招 前面大木段打起來蠻痛然後 好 喔 鳳影 3019 普攻 愛下普攻 大概三四千 這邊 鳳影 鳳影因為我有覺醒過所以他可以一直放 克羅迪亞這招 因為我剛好最近抽到克羅迪亞 就是SS的那個 喔 鳳影麻痺了 順便測試一下 大木段打 6737 這隻沒有WICK 他沒有WICK所以打起來 有WICK可能會更痛 大罩雷 瘋下去 安全不留情 打1000多 大木段打下去 9552 有沒有各位 愛下的大木段打起來其實是蠻痛的 有 打下去都快10000 尤其這招才BP6而已 普攻大概3700多 大木段打9000多 當然是那隻有WICK啦 順便練一下劍光 劍光鳳影這兩個都順便練一下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愛下其實 打起來是蠻痛的 所以其實這一次呢 我雖然在溫泉池抽到兩隻愛下 但是 就是 蠻心痛的啦沒有抽到溫泉吉尼 我後來是用保底換的 但是其實愛下呢還是不負眾望啊 愛下就是一直都是我的愛將有沒有 真愛的愛下 真愛的愛下 就是 我怎麼樣都要抽一下嘛對不對 好啦所以今天呢就是角色戰力分析啊 做這個愛下 我其實是可以再往上練啦 這兩隻我都可以再往上練 尤其是另外一隻愛下我的碎片好多 但是我都先練到42啦 就是 看之後再要練哪一隻 而且其實 我可以把這隻愛下換成這隻愛下的圖片就好 我只要 看哪個圖片 大家覺得哪個圖片比較好看 好像這個比較好看一點 這個穿太多了 這個穿太多了 這個感覺 那富剛溫泉呢我是有考慮要不要練啊 因為最近這個都練完了 現在可能就 呃 練倩武吧 先把倩武練起來 倩武練起來再來看富剛溫泉要不要好好練啊 反正已經練到RANK17 就慢慢掛著讓他練好了 好吧那大部段的威力真的不錯啊 這招很不錯 所以我覺得這隻愛下蠻值得培養的 那今天序哥渦可安的角色戰力分析 羅明沙蓋 冒險就錄到這邊 今天做的是愛下 那三角岩石可以練一亮 我想我練到RANK99 這招可以拿來玩一下 但是我覺得實話機率不高 好吧 那我們下一集見啦 我們下集見啦